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游户民族肉之人 我们史书上把它叫大肉之或者叫大悦之 现在究竟这个字念肉还是念悦 史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我们暂且也可以不讨论的 这个民族根据我们的史记记者 他们是匈奴的邻居 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在敦煌与齐连之间 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敦煌 就是今天的这个甘肃 墨高窟所在的敦煌 齐连就是齐连山 确实河西周廊 这南面就是齐连山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敦煌这个字 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它意义的是个因 那么有的学者认为敦煌这个词 它对应的少数民族语言 就是吐火罗 齐连应该就是突厥语 Tangling就是天的意思 那么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大肉之人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 那么他们是匈奴人的邻居 他们住在吐火罗 和天山之间的地方 那似乎也能讲通 他们呢 曾经与匈奴为敌 后来被匈奴打败 这个肉之的首领的头 手脊都被割了下来 他的头颅骨切成了一半 被匈奴的君主 拿来作为饮酒的 这个酒具 很惨 所以他们就逃跑了 那么肉之在敦煌 祈廉之间的时候 肉之人还有 还有一个邻居 一个民族 叫做乌孙 在肉之人 为了躲避匈奴 牵走了以后 乌孙人 也牵走了 这是汉初的事情 那么这种 这个匈奴 和他的邻居之间 互相对对的情报 被汉朝人得知了 在我们知道 在这个战国时代 中国的北方 赵 秦 焉 为了抗拒匈奴 都修了长城 那么然后到了 秦统一中国以后 把这个 战国各个国家建立的 这个修的长城连接起来 成为了 秦的这个长城 那么秦始皇 还曾经派大将 蒙田 把匈奴打败 一直把秦的 这个边塞 修到了今天核桃的地方 可是秦末大乱 匈奴的力量又复兴了 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那么汉是没有力量 和匈奴对抗的 汉高祖曾经歧途 去打击匈奴 结果他的军队 反而被匈奴人包围了 非常危险 所以呢 从汉高祖以后 对匈奴历代 都是采取了怀柔的政策 就是和亲 把汉家的女子 嫁给匈奴人 向匈奴人送财物 来换取边疆的和平 当然 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看的 过去的这个故事 汉宫秋 昭军院 这个汉族的女子 嫁给匈奴 嫁得这么远 也是很悲苦的故事 但是我们这个毕竟 用个人少数人的牺牲 用前务 换来了边疆的安定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候 这样的局面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汉武帝决定 一要一劳永逸的 来解决这个 北方的匈奴的问题 汉 是农耕民族 每次出战之前 要准备充足的战马 要有充足的军粮 要深入沙漠 有的时候 你深入了沙漠 你军队到那 匈奴都不知道 都跑哪里去了 徒劳往返 那么因此 汉武帝就想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战略 什么战略呢 叫做断 匈奴又臂 匈奴控制着蒙古高原 和天山以北的草原 那么天山以南 今天新疆 南疆地区 从库车 烟旗 这个 阿克苏 库尔勒 喀什 和田 都是这样的绿洲 那么这个绿洲地区的居民 自古以来 受到天山以北的 游牧民族的控制 因为游牧民族的马很快 绿洲的居民 是一个个小城邦的国家 他们不能和 游牧民族对抗 一直到清代 这个 满清人的主要的力量 仍然放在 天山以北 要想控制 新疆 就要控制北疆 北疆就是 游牧民族所在的地方 依靠游牧民族的 马屁的力量 那么汉武帝呢 就要断匈奴的右臂 要控制 第一 要控制西域地区 第二 要利用匈奴的 世仇 什么人呢 就是肉之人 肉之人不是被 匈奴人打败的吗 难道不要报仇吗 那我们就跟肉之人联合 汉武帝 广招天下的 勇士 谁敢 到匈奴出使 公元前 138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张谦 这个很低级的 一个市人 他就 这个报名 得到了批准 带着使团 从长安 经过河西走廊出发 当时河西走廊 还控制在 匈奴人的手里 所以他很快 被匈奴人抓住 抓住以后 被压到了匈奴 关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也许是因为 时间长了 匈奴人对他的 戒备 松懈了 所以他就 从匈奴逃出来 日夜 奸程 向西走 到达了大肉汁 所在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应该 就是今天 伊犁河下游 卡萨克斯坦 草原这个地区 到达了这个地区 发现 原来得到的情报是 肉汁人从匈奴 边上逃脱 为了躲避匈奴 逃到了 今天的这个 塔拉斯河 伊犁河流域 但是当他去了以后 发现 肉汁人已经不在 那个地方 到哪儿去了 向南迁了 迁到了 溺水以南的地方 女子旁 加个为什么的为 为 这个字是去生 平上去入 去生字 在古代 它的结尾是S 后面有个S的 溺水是什么水呢 就是今天的阿姆河 阿姆河叫做Oxos 溺水 就是Oxos 那么张迁 就先从原来肉汁 所住的地方 到达了大碗 就是今天的 费尔干纳本地 大碗的君主 听说汉很有钱 很富裕 就愿意跟 汉交往 派人把张迁 送到了 阿姆河以南的地方 就等于到了 今天的阿富汗 但是 这个 六支援 不愿意再回来 他们在阿姆河以南 过得很好 何必再回过头来 跟匈奴人作队呢 不愿意回来 所以张迁 没有能够 达到初始的目的 他就回头了 回来以后 经过了西域 而沿着今天的 昆仑山 阿尔金山 他又被凶奴 抓到 后来又一次逃脱 最后从枪中到 大概应该是 今天的孙子 清函 柴达木 盆地 西宁 这样 拦住 回到了 长安 回来以后 汉武帝才知道 他出去已经 十三四年了 出去的时候 这一个死团 回来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 一个是一个匈奴的 一个奴隶 回来了两个人 那么从 初始的 使命上来讲 如果我们做个评价 那么张谦可以说是 失败的 汉武帝派他联络 乌孙 要乌孙和汉 配合 共同 对匈奴作战 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匈奴不愿意回来 这个肉质不愿意回来 但是 张谦 带来了 他在 西域 阿尔文目睹 第一手的 知道 知道了 新有多少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状况 是什么样 他们有多大的力量 他们愿不愿意跟汉交往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张谦的初始 是有历史性的 是成功的 所以后代 学者 把张谦 这次初始 把它叫做 着空 西域 着 着着着着 打通了 前往西域的 通道 所以 张谦成为一个 历史上 值得人民纪念的日 他回到长安 已经是公元前 126年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从肉之人 为了躲避 匈奴西前 从东方 迁到了西域 再迁到了阿姆河以南 到达阿富汗 从张谦 受汉武帝的命令 去寻找 肉之 到达了 阿姆河以南的地方 最后回到长安 这一边上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 原来 罗斯帝国的建立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 这个 四周周路的西段 已经畅通 他们等待了一个 历史的时刻 在东方有一股力量 能够推动 让东方和西方 在内陆亚洲 能够聚会 那么这个时刻的到来 就在我们刚才讲的 肉之人的细节 和张谦的初始 所以今天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尽管 在张谦以前 东方和西方 已经有过往来 不同人种之间的交往 有御时的贸易 有丝绸的输出 但是 从东方 前往西方 维持交通线 作为有意识的 国家的行为 作为民族的意志 这个是从张谦开始 因此呢 我们今天评价张谦 评价的再高 也是不为过的 因为他的意义 实在太大 张谦出了西域以后 那么我们内地人 汉朝人 所了解的西域 大概是一个什么景象呢 大概是这样 天山以北的草原 控制在 原来 肉之人的邻居 乌孙人的手里 乌孙有几十万人 力量很强大 他们后来 成了汉的通门 天山以南 在张谦时代 有三十六个 小绿洲国家 最东远的是楼兰 其中最大的人口 多少不等 其中最大的是 这个秋辞 就是乌龟的龟 加一个子 辞 辞祥的辞 去掉一个心字旁 龟姿 我们念着秋辞 那么秋辞呢 当时有八万人口 所以呢 整个三十六国 加在一起 大概也就是上百万 人口的样子 人口并不多 但是散布在 塔里木盆地的周围 那么这是 这个 当时的情况 这个乌孙 那么知道了 后来张谦第二次 出世国西 到达了乌孙 联络乌孙 要共同抗击匈奴 乌孙呢 为了向汉 这个 请婚 向汉送了 一千多匹马 结果 结果这个 这个汉 决定 一位 朱王的女儿 叫做 谢优公主 解放的解 担忧的优 谢优公主 嫁给了乌孙王 那么 使汉和乌孙之间 成了这个 军事上的 和政治上的联盟 后来 谢优公主 和他的 次女 冯夫人 成为 西域非常重要的 人物 而 这带来的 作为 聘礼送给汉朝的 一千多匹马 启发了 打开了 汉朝人的眼界 哎呀 中亚有这么漂亮的马 所以后来 有 李广利 率领军队 到远征大湾 去夺取这个 两马的 这样的军事行动 我们过会儿再讲